位於將軍澳醫院的白內障中心 擁有各項先進的眼科儀器 除了有診症室之外 還有兩間手術室 可以交替使用 加快手術的流程 醫管局主席胡定旭說 九龍東醫院聯網獲捐贈1800萬 在5月成立的這間中心 有助減少病人的輪候時間 尤其是老人家的生活質素 因為白內障對他們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現時聯網的白內障病人有7500人 中心說今年可望完成2500宗的白內障手術 明年將會增加至5000宗 而聯網內共有20位醫生 可以進行同類型的手術 強調人手是足夠的 除了做手術之外 中心也會用來做培訓專業醫護人員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胡錫雯報道